自己发会的怎么样 我就正常发会 其实你就像你一考那段时间对吧 然后这个车就出来 波音考得非常好 然后表演专业又是考了全能要学的精英 非常棒 那很多学生都会问我说 老师这个表演专业到底考什么 表演其实考的就是 真实的你自己 我觉得反而那个状态就是越真实越好 那表演这个要学它门槛高吗 其实没有什么能看的 对 都是要看你自己到底想不想 喜不喜欢 我觉得门槛是得自己找一个理由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会经常问我 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孩子学习这个艺术课 会不会说耽误我的文化课 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人而异的 因为有很多学生是 跟学艺术没有关系 他们自己日常也会花掉很多时间 不在学习上 对啊 所以这个来看个人的兴趣还很重要 好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在2019级 就是你下面这几个小学弟和小学妹中间 你就是他们的女神 我非常喜欢 因为你长得非常漂亮 他们就会问我 老师 你看那个青年小姐姐长得这么漂亮 所以她考的就特别好 我那长相就很一般 所以我学波音会有优势吗 其实真的 这点该做性的 还要夸一下自己 就是长得好 犯了太多了 但是真的考试里面能考出一个比较 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的成绩 也是因为跟你的专业 还有就是你考场上的状态很有关系的 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 你在6月6号的时候 就高考的前一天发了一个动态 然后你说加油好运 我看见你那30万的粉丝 好多人都在留言 都在祝福你 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 这么多人的喜欢 我可能很久之前想过 突然间现在回想着办 这件事情已经实现了 很温暖 很感动 每天都在接受着有力量 那当然不仅是你的粉丝特别爱你 喜欢你 关注你 19级的学弟学妹们也都非常喜欢你 那么咱们到最后 然后你有什么话想对她不说 其实就是关于我和上一之间 这种感情真的非常的特殊 因为我当时在上一的这段时间里 对我的依考 包括我后面的一些经历里面都会有帮助 然后呢 我是希望跟各位学弟学妹们说 你选择了依考这条路的时候 就没有退路了 不要给自己打任何退堂鼓 或者是找借口 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不要让自己去想一些很消极的东西 然后听一些 听一些很毒的祭堂 所以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当然了 学校的选择 还有上一整个这个环境 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大家好好珍惜这个上学的 还有学艺术的这个时光 然后希望你们努力拼搏 不留遗憾